字幕君 李宗盛 這時原本想重新鑑定 因為自己明明有減速 但考慮到沒受傷 車子也由保險公司處理 沒想到騎士卻要求二十萬元的賠償 否則將要提告過失傷害罪 畢竟騎士滑手機不對在先 卻疑似虛子大開口 後來騎士願意將金額 調降為十五萬 換算三成 轎車駕駛只需賠三萬 但騎士又改口說要拿到完整的十五萬 其中包括兩萬醫藥費 一萬機車修理費 以及休養三個月 損失的月薪十二萬 這樣的賠償金 也讓轎車駕駛怒喊不合理 機車駕駛人來跟汽車駕駛人 要了一個刑事訴訟的一個和解金 這個和解金本身是沒有一定的標準 願不願意給付這個和解金呢 攸關於汽車駕駛人 願不願意承擔被刑事訴追 判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賬的處罰 因為騎士有受傷 所以要賠償基因 法律上是站得住腳 但明明是自己滑手機沒注意到路況 對於汽車駕駛來說很無奈 看來未來碰上路口 真的只能見到慢死 有點頭包大實寫 五二新聞告訴我林志淳 新北報告 好 太陽 未來也有1個月 要說得多好 先不見 關於汽車駛人